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如果你对巴哈马的私人岛屿感兴趣 那么除了之前分享过的Darby Island Little Roger Island Royal Island 和Harmin Burkay之外 Little Willkay也是该地区非常值得投资的私人岛屿之一 Little Willkay坐落在巴哈马群岛的贝里群岛中心 位于拿沢北部35英里处 位于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东南140英里处 该岛有一条2000多英尺长 适合轻型双引擎飞机的飞机跑道 从全球各地飞行至拿骚机场后 仅需15分钟的飞行时间便可到达该岛 此外岛上还有一个主要的私人港口 一个较小的二级港口 和一个供水上飞机使用的硬斜坡 交通十分便利 跑道和海港的结合在私人岛屿中是十分罕见的 该岛占地40英亩 被美丽的白色原始沙滩和蓝绿色海水包围 海牛和绿海龟等海洋生物 也常常出现在交周围的水域 Little Wheel Cay是巴哈马群岛最有特色的地产之一 由美国商人Wallace Groves 于20世纪30年代 开发成私人岛屿住宅 后出售给现任业主 由于Wallace Groves 是一位资深鸟类收藏家 这片岩礁也成为了大量鸟类崎岖的天堂 包括火猎鸟 巴哈马鸭 巴哈马木星蜂鸟 家养孔雀 以及濒临灭绝的黑嘴树鸭等 因此也受到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喜爱 也正是由于Wallace Groves的这一爱好 这座热带岛屿上的三栋度假别墅 也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 分别叫做小鲸鱼 火猎鸟和孔雀 这三座客居特色的别墅一共有7间卧室 最多可容纳12位客人 这里非常适合包岛度假 是加勒比海小型婚礼或家庭聚会的完美目的地 其中火猎鸟之家是三栋住宅中最大的 有4间卧室 其中3间带套房浴室 还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开放式客厅 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 以及一个室外露台 其次是小鲸鱼之家 坐落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 有一条蜿蜒的小路 通往下面的原始白沙滩 日出湾 该住宅包括两间豪华卧室 一间带电脑的舒适书房 一个开放式的客厅和酒吧 一个带有外部壁炉和烧烤区的海滨庭院 以及一个露天用餐区 孔雀之家是三座住宅中最小的 位于岛屿南部靠近码头 这里有一个带客厅厨房和室外露台的双人卧室套房 还配有一个户外用餐区 在旁边的无边泳池 可以俯瞰西面浅海的壮丽景色 该岛基础设施完备 水电均可自给自足 每座住宅都配有现代化通讯设备 包括电视电话WiFi等 岛上配有13名员工 包括私人厨师和按摩师 甚至还有潜水教练 该岛也是贝里群岛中 唯一提供水疗服务的岛屿 岛上活动也很丰富 贝里群岛是巴哈马群岛最美丽和富饶的水域之一 又有海洋之舌的美誉 位于海洋公园的边缘 该岛四周都是海洋生物 为游泳、潜水、钓鱼和所有水上运动 提供了无数的潜水和深水场地 岛上还配有一艘30英尺长的定制汽艇 和一艘17英尺长的波士顿补金船 三艘太阳鱼号帆船 三艘科帕奇号帆船 三艘雷测号帆船 和四艘海洋匹艇 此外 海景五边泳池 网球场 瑜伽平台和静身房 也是经常使用的运动场地 巴哈马私人岛屿有非常多值得投资的理由 可以参见之前分享过的几期内容 目前这座开发完备的巴哈马私人岛屿 正在出售中 指导价为350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